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 明天开始全面撤销口罩令 室内、室外和公共交通工具都不用带 但部分高危厨所包括医疗设施 就会以行政措施要求市民戴口罩 维持了两年多的口罩令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之前宣布告一段落 香港已经建立了广泛和全面的防疫屏障 重点人群是没有出现爆发 包括医院、老人院和学校等等 传统的冬季流感 以及呼吸度感染的高峰期 接近尾声 整体风险可控 市民在室内、室外 公共交通工具都不再强制要戴口罩 但所有政府医疗机构 包括医院、门诊等的员工和访客都要戴口罩 而院舍等有高危人群的地方 就由负责人以行政指令方式 要求在场人士戴口罩 不少专家学者曾经建议分阶段取消 为什么政府决定一刀切呢 基于局部保留口罩令 那个防疫效果是不大 而且在执行上面是相对复杂和困难 亦都会被市民带来不便 所以我们是决定全面撤销口罩令 而不是分阶段去进行 我们期待明天 明天3月1日会更好 大家可以展露笑容 说一声你好香港 现在口罩令原本维持到下个月8日 被问到是否见到澳门星期一 放宽室外口罩令 政府解释说两个月前 已经说积极留意数据 认为现在是适当时候 并且有信心取消了口罩令之后 更多国际活动会重临香港 无私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